交通部長 王國債表時 願意交通違規紀念 甚至罰款一千兩百塊 以海美罪賣共紀念 台北市計程車加速公開是輕盈 不過今年路間團隊就批評說 政策本來改來改去 今年一個台南女子的過人 行都不幸讓人都失望 他們去外界 這麼多 要求交通改革的聲音 不過今年六月三十 交通違規紀念甚至上路 有夠引起這項加速的空氣 讓交通的政策這幾個月 在行政路上跟加速相互 這兩邊一直在調整 最近交通部長王國債表時 正在研究交通違規制罪 沒有記念 如果我們只針對了 不斷的是針對單一面向的處罰 這件事情 事實上它並不會去讓 道路交通改善這件事情 它有明顯的往前走 千萬一海為幾包括加速時 使用手機 環境行數 落地危停 變化車道 不怕風向頂頂頂頂 六管團體發現 今年一月七十一月 九州希望的人數 達到2759人 嚴重遺固的驚訝 甚至又創下 年年降級的新冠 配平九州部 如果沒有拿出登記的 港天幾月跟九州政策 現在甚至又想要走 道路去玩路 六管團體是批評政策不是萬促在 這個方向 不應該隨定隨改 這個加速認為 不應該只是 丹方民要求 地點續運做改善 跟出緩 可能部長 翁國仔說 他理改善 方的聲音 不過現在就是 有誓罪無法 這個情形 希望可以到達到平行 在說日空心 落過正路前 可以完成修緩 記者綜合報道 在一旦 一旦 雲 聽說 一旦 對